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都不太见有功夫的人了 他们之前说郭云生能用丹田气大把人砸出去 这是真的假的 过去的老前辈的练功环境和咱不一样 但是我师爷王龙棠 那时候他那个功只要是搭上手 你也不敢收 你也不敢放 因为他那个平均太大 现在好多人表现利益的 各种练功方式 其实就是过于花哨了 其实还是在基本上追求丹田和勇跨 就是背部力量 所以说咱平时 你看 第一 你看 反观节 划开我的肩 护中护中护还是 把你的 我直接上去出去了 你瞬间转换 你不跑他反观节 他难受了 我如果你想 我又不跑 这个反观节多厉害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平时咱验拳的时候就去一股荡 所有的动作都是画和打同时 一截对方就变 是吧 打反观节 一打就变 所以他挺科学 那肯定是吧 一画开往前一撞就变 使劲的时候 咱们再发发对方 对方不跑也不行 可以加屏幕下方微信 进入我们的内加权改进群